非法移民混入中共軍人 已在美國製造極端事件 周潤發國際電影折批 香港不自由 北京會動手 英國號盡緩污重裝備 美國亦現變數 烏克蘭總統求助歐洲 川普第三季籌集4,500萬 第二位共和黨議長人選送出 大家好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6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欣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今年約有1.8萬名中國非法移民 進入到美國 專家表示 這些人都對中國絕望 想要尋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值得關注的是 其中出現了中共軍人 而且動機不單純 很可能會破壞美國安全 陳提報道 美國之音報導說 美國國會的一些共和黨參議員 近日聯名致信給國土安全部部長 馬約卡斯 阿里漢堡米歐克斯 針對今年以來的1萬8千名中國人 從南部邊境非法進入美國 表示擔憂 他們指出 進入到美國的中國的非法移民 人數持續增長 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單身青年 這樣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議員認為 這些人之中可能有從事間諜活動 或者對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 政府機構或者私營部門實施網絡攻擊的人 中國問題專家章加敦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 現在美國本土正受到中共入侵的威脅 參議員有權發出警告 大批中國移民正在通過美國南部邊境 逃步進入美國 幾乎所有人都對中國絕望 他們迫切地尋求更好的生活 為自己和子女 但是 幾乎可以確定的是 有些人是來搞破壞的 他們似乎是中共人民軍隊的成員 美國邊境巡邏隊知道 在南部邊境的一些中國移民之中 有一些人是與中共軍方有明顯聯繫 張家敦說 這些正值入五年齡的中國男性 以5至15人為一組 在沒有家人陪同的情況下 成群結隊地行動 假裝不懂英文 他們看起來像是中共的突擊隊員 令人擔憂的是 如果在亞洲爆發戰爭的第一天 他們可能會摧毀美國的電網 向水庫落毒 暗殺官員 引發森林大火 傳播病原體 並通過爆炸購物中心和超市製造恐怖 因此 亞洲的下一場戰爭 可能會蔓延到美國本土 甚至可能在第一天就開始 美國人將被迫捲入戰鬥之中 張家敦強調 移民令國家強大 但是 其中有些人卻可能是來對美國發動戰爭 我們不能再容忍破壞者進入美國 而加州羅蘭江聯合學區教委 陳正志對美國之音說 美國的邊境形同虛設 是很離譜 這是聯邦政府的失責 他提醒民眾要記住911恐襲的教訓 陳正志說 這個問題不僅涉及中國政府 任何有意滲透破壞美國 或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外國政府 或恐怖組織都會承虛而入 破壞美國的社會秩序 而走私團火 會破壞經濟穩定 甚至可能引入病毒 威脅美國人民的健康 政府現在不行動 後果將會是致命 從中國江蘇尼的偷渡客 張曉波透露 在偷渡的途中 他結識了一個來自江西的人 三十多歲的前武警 曾經在武警服役8年 還向他展示了銀行卡上 兩千多萬人民幣的餘額 但因為某些原因 這筆錢被銀行凍結 而幾套房產和一部奔利汽車 也被共產黨凍結了 中共從各個方面入侵美國 也再次引發國會的關注 近日國會要求五角大樓 在今年12月前提供一份 《關於中國控制全球物流數據網絡的風險報告》 目的就是防止未來在美中衝突中 中共利用控制的全球航運 和貨物信息的狀況 來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 甚至影響美軍的補給 由於美國的商業和軍事物流 都是使用世界各地的港口設施 所以五角大樓現在著手研究 如何利用商業技術來降低危險 10月5日參加第28屆 釜山國際電影節的香港著名演員 周潤發表示的言論 引起媒體的聚焦 他提到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 政府限制措施 令香港電影業處境艱難 並高度讚揚南韓影片的創作自由度 但網友都在擔心 說了老實話的周潤發 會不會遭到中共封禁 請您報導 10月4日 周潤發出席了釜山國際電影節的開幕儀式 並頒發亞洲電影人獎 美國之音在社交平台X上發布短片顯示 正在出席電影節的周潤發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限制 電影人處境很艱難 我們也會盡力創作展現香港精神的電影 這是目標 1997年之後 很多事情發生了變化 我們逼迫留意政府指導 否則很難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拍片 大陸市場如此巨大 所以我們想找到某種解決辦法 可以繼續維持生計 周潤發對南韓電影的創作自由度 給予高度評價 他說 韓劇好看的原因在於題材廣泛 還有可能是南韓政府的支持 他們的自由度很大 所以創作人思想會很廣闊 有很多題材 我都覺得很驚訝 他們都敢拍這些 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都很厲害 周潤發的這番敢言 引來很多人的點贊 發哥敢說敢言 不愧是當年的媽哥 還有些人說 公開地說真心話 真是越來越難 感謝發哥 還有網友說 亞洲電影以前看香港 現在看南韓 自由是文明之母 香港失去的不僅是電影 連金融中心都不服存在 其實八十年代香港電影 亦曾經有過自由和輝煌 對於很多人來說 這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時代 記得那個時候 很多人都會借錄影帶回家看港產片 當時的香港演藝圈 可謂是群星璀璨 而周潤發就是其中的一員 還記得英雄本性 賭神 老虎出家 而周潤發演的上海灘許文強 馬哥的形象深入人心 也似乎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中國內地的老百姓 才開始看到外面的一片天 當時香港電影 無論是在產量、飄防 還是在質量上 都創造出很多奇蹟 當時的港產片總產值 約居世界第二的地位 僅次於擁有全球市場的荷里活 而在97年之後 香港電影就衰落 以前的香港 已經變成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和亞洲文化廢墟 一個經典的港產片時代 再亦不見 有網友擔心 身在香港的周潤發 敢講自由、好危險 當心中共的口袋罪 但亦有人認為 中共政府不敢動它 一、是周潤發是國際巨星 為人心居選出 無論在影迷心中 還是演藝圈內 口碑很好 二、是人家亦不到國內賺錢 一個不愛錢的人 無痛腳被中共可以抓到 那聽眾朋友 你覺得周潤發批評香港回歸後不自由 會被封殺嗎 你讚賞Mark哥說的東西嗎 請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自從俄烏戰爆發以來 英國率先提供烏克蘭重型武器裝備 包括挑戰者異形坦克 風暴影巡哥導彈等 可以說是烏克蘭最重要的盟友 但英國近日表示 他們已經耗盡了所有可以捐贈的武器 同時 北約翼事件 彈藥不足 而在美國眾議院議長被罷免的事件發生後 接下來誰能上來 將會對之後美國會否援助烏克蘭 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請您報導 據商業內幕報導 一位沒有透露聲明的英國軍方人員表示 英國已經捐贈了所有能夠提供的武器 但英國可能還會繼續幫烏克蘭購買設備 但烏克蘭現在需要的是防空武器、火炮彈藥 而這些英國已經用完了 報導中說 英國去年已經向烏克蘭 提供價值23億英鎊的軍事支援 很多重型裝備都是被北約盟國率先提供 比如好像挑戰者異形坦克 英國率先提供之後 其他的北約國家才陸續同意提供烏克蘭炮役坦克 這名英國軍方官員還表示 英國不應該是唯一向烏克蘭提供資金的國家 英國再提供幾十億美元 並不意味著提供幾十億英國裝備 而10月3日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布布爾在華沙論壇中 也說到西方的彈藥庫存 他表示 歐洲彈藥現在已經見底 現在各界都正在關注 德國是否會提供金牛座巡翼導彈 美國是否會在近期提供打擊導彈 其實 目前美國兩黨也在援助烏克蘭的問題上出現分歧 之前麥卡錫和民主黨通過的臨時支出法案中 就剔除了包括為烏克蘭購買武器的資金 麥卡錫也表示 雖然自己支持武裝烏克蘭 但不代表要向他們發送現金 目前五角大樓仍然有超過50億美元的資金 可以用於烏克蘭的援助 但恐怕只能維持幾個月的時間 在4日拜登表示 他將就向援助烏克蘭的問題發表重要演講 民眾需要了解 為何信守承諾對美國和盟友來說至關重要 他說美國可以在下一批援助案中支持烏克蘭 目前麥卡錫被罷免 這意味著在新領導人上任之前 立法無法通過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所以下一個繼任人在烏克蘭議題上的立場引發關注 現在兩個人選 一個是共和黨二號人物斯卡利斯 他的立場相對支持 而另一個吉姆喬丹 他對此明確表示反對 他強調 美國人心中最緊迫的問題不是烏克蘭 而是邊境局勢和街頭犯罪 而這恐怕也是俄羅斯最想看到的 《衛報》報導 克里姆林宮10月3日表示 西方已出現烏克蘭疲勞 而且持續加劇 而澤連斯基已出席歐洲峰會求助 據《華爾街日報》10月4日報導 據衛星圖像顯示 俄羅斯已將黑海艦隊的大部分兵力 撤出克里米亞的主要基地 轉移到其他港口來保護 這可能只是防止烏軍的進一步打擊 近期 烏軍對克里米亞地區發射了巡航導彈 俄羅斯克海艦隊總部損失嚴重 分析人士稱 這些襲擊很可能使用了由英國和法國提供的巡航導彈 而推特賬號 Nexter 4日發文表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烏克蘭可以自行決定如何使用西方盟友提供的武器 10月4日川普的競選團隊表示 第三季度籌集的選舉資金超過4550萬美元 遠超第二名對手德桑蒂斯 同時眾議院共和黨第二號人物 斯卡尼斯10月5日宣布競選議長 請提報道 由於川普受到無理的法律挑戰 引發民眾踴躍捐款 因此 在9月份 選舉團隊手頭上 仍然有超過3,750萬美元的可用選舉資金 而佛州州長德桑蒂斯的選舉團隊 在第三季籌集1,500萬美元 得於第二季的2,000萬美元 川普競選團隊表示 他們還透過出售咖啡杯、T-shirt 和他在亞特蘭大監獄被拍的大頭上海報 賺了300萬美元 而自從他接連被起訴以來 他的競選活動不但無脫軌 反而穩健上路 川普昨天回絕了部分共和黨人 要他擔任議長的提議 川普表示 全部重點都是做總統 讓美國再次偉大 但如果我能在這個過程中幫助他們 我會做 而對於川普的選擇 美國常識學者方偉認為 川普應該不會選擇去做議長 因為在共和黨內 他的支持率並不是百分之一百 而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而且在眾議院的共和黨 只要有五個人反對 川普就贏不了 包括他提出的政策 所以有人說 即使他做了眾議長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加上在參議院 共和黨還是少數黨 共和黨的政策 基本無法執行 但如果川普做總統 那就不一樣 所以他應該在這個時候 全力以赴地選總統才對 現在有兩個人已經出來 要競選眾議院議長的職位 一個是10月4日 宣布競選的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 吉姆喬丹 Jim Jordan 另一位是眾議院共和黨 第二號人物 斯卡利斯 Steve Scalise 他是在10月5日宣布競選議長 斯卡利斯在給共和黨同事的信中說 我們作為眾議院共和黨會議的力量 來自於我們的團結 我們已經看到 當我們作為一個會議團結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為美國人民帶來勝利 現在我們需要採取這些統一的立場 並努力利用即將到來的最後限期 從民主黨參議院和白宮那裡爭取保守派的勝利 目前這兩個人的人氣都很旺 但是斯卡利斯目前正在患病期間 而方偉認為目前選新議長 吉姆喬丹可能是個不錯的人選 但共和黨真是要團結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